新冠疫情肆虐下 接种疫苗一心指向保障身体健康 减低感染病毒的风险 但56岁的蔡先生 怀疑自己打完这一针 从此影响了他的人生 6月7日打了普避体 打了之后回到家里 就有点头晕 咬了 牙尿出血 在医院辞了一个星期 鼻孔、牙齿、眼睛 流眼泪都是麻痹 我问了医生 医生已经半年过了 我问为什么还不太好 他说很难说 他说血管堵塞是脑胃死的 他说我问过他对打针、打疫苗 有没有关联 他也不得理 打了针三天后 面痰怀疑因为疫苗 而自此有这个后遗症 身体饱受折磨之下 更令到他无法维持生计 被逼放弃工作 我一直都在做中修地盘 以前爬高爬低都没问题 以前都在开工 现在没办法开工 为什么没办法开工 其实臉可能未必影响 头晕 晕得你走快走快点都不行 打了针又发现这种情况 忠实我的工作能力 正常都没办法正常 生活很后悔 现在困难交屋租 生活费 这半年来 幸好有消费券 生活现在都没资 我的消费券还有千零元 蔡散身心大受打击 在零收入的情况下 别无选择 唯有申请经济援助 而政府亦有专为接种疫苗后 出现异常事件而设计的疫苗保障基金 为合资格人士提供即时的财政援助 只不过蔡山申请了两次 都失败意会 6月30日我则申请过去 然后7月份回复我 说医管局没有办公告上去 我的个案 8月份去办公告上去 就到11月才回复我 就是这样 评估的结果 说这件事对疫苗无关 虽然求助无门 但痛失工作能力的他 都揭移不捨 试过申请残疾人士忠援 亦尝试申请其他援助金 不过同样失败收场 忠援署要医生一张证明 他说我不是忠实人士 我不知道他找哪里求助 一直跟进蔡山个案的姚议员 表示现时正协助他申请一般忠援 但审批都需要时间处理 同时上司在其他渠道助他解困 我们协助他一起申请法援 希望令他有赔偿的金额 现在的状况理论上 他应该不用分担律师费 但始终要法援那边批 排期或甚至要等法援批 至少大半年